好 那麼各位呢 你進到57頁之後 網址在這裡 有看到 右上角 所以先把它點開 因為我們今天要玩的東西呢 必須要在雲端平台上 後半段 MQTT 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就只玩這裡 那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 你用Google的授權登錄 對不對 你就直接進去 如果不要也沒關係 你可以在下面這裡有一個輸入信箱 但是你要去收證證信 你要去收證證信 就在右下角那裡會有 所以你先登錄一下 那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 到底雲端平台裡面 跟我們禮拜二模擬器體驗板 哪裡不一樣 好 各位進去了之後呢 你是不是會看到有一個更新訊息 因為呢 其實WebDuner的RAM 或者這些積目 其實還是有一段時間就會更新一下 比如說有什麼BUG 或者新功能 好 它就會繼續推出 那它在上面呢 就會列出來 它更新的大概哪些 不過當然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它都只有寫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說 到底它真正動到哪裡 對不對 韌體更新我們可以比較清楚 可是如果是積目的修正 動態偵測 你也不知道說它修哪裡 因為看不出來 沒關係 好 我們先看裡面 你看這裡面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 有沒有發愛合理的積目 這個就跟我們那個體驗板比較接近 好 第二個 它有一個叫裝置管理員 我剛剛有提過它韌體是會升級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韌體要升級 假設沒有這個管理員 你要升級就比較麻煩 所以說我們可以稍微進來看一下這個管理 好 點進來 你們現在都是空的 因為WebDuner它是透過Wi-Fi 所以其實目前來講 它並沒有完全鎖住這樣的功能 也就是你今天如果知道別人的 Device ID 還記得我們上次有八位數 有分大了解的 我如果知道那個號碼 請問可以控制你的裝置嗎 可以啊 也就是說目前它是沒有鎖定的 沒有鎖起來 但是以後各位應該知道 互聯網的問題就會出現了安全進障 所以以後它可能把這個鎖起來 也就是需要跟我們現在做手機認證有點像 當然它實際的做法會怎麼樣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呢會透過這樣的介面去做操控 目前這個介面主要要做的 就是幫你做韌體的更新 比如說你現在可以看到我這邊 有沒有很多的裝置 如果有連上去的 像我這裡有一台連上去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有一個閃電是綠色的 我就知道我這一台現在是連在線上的 其那紅色的表示不在線上 第二個 我竟然有這麼多台裝置 請問如果我要更新的時候 要一個一個更新 你願不願意 所以我可以全部一次勾起來 假設我都有在線上的 我就利用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以直接更新版本 而且我從這個上面 我還可以知道 我每一台 Smart也好 或者設備 它現在是哪一個版本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 你到底更新到哪一個版本 如果沒有這個 你是每次都要連進去看 就有點麻煩 那這裡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叫REG 也就是如果你有經過這個裝置管理員 這樣進來註冊過的 它以後韌體更新的時候 後面會加一個REG 表示這個註冊過 假設你去買了新的 第一次使用 沒有更新過韌體 它後面就沒有這個REG 標籤你是槍斃 好 這樣這個是稍微了解一下 那至於怎麼認證 就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事情 那這就沒有關係 等你證證有了再說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做認證 好 那我現在再退回去 怎麼退回去 你可以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房子 那個家是 我現在是 是 設備 我就把他用家的房子 是是是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添加開發板 那你就看你是哪一塊 你的device ID是什麼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註解 比如說這是家裡用的 這是辦公室用的 這是哪裡用的 這個對中午沒關係 那麼好了之後呢 比如說我先隨便打一個 好 確定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這樣 那我也都可以加 所以他需要做一個認證 就是你設備 他要確定在你手上 所以他會有什麼斷電 然後去檢查說 你的設備有沒有在線上 拔掉之後再重插 才不會被人家認證走 這是他目前的一個管理機制 這樣子 好 那你看到右上角這裡 這邊有個房子 就可以回到前面那一頁去 好 好 現在這邊我回來了 好 我們講了兩個功能 在我們往下 像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叫bit 因為他有四塊開發板 我們之前介紹三塊 馬克一號 Smart 還有一個那個 UNO的 那麼另外那一個 跟對教育 就是 尤其是國小階段 因為 你看我們 禮拜二上的 有沒有這些尖尖的東西 對不對 這樣小朋友 你們可能受傷 有 所以 避免這種情形 這種bit 就是all-in-one的 好像我們電腦 all-in-one 全部東西 那些元件都燒在一個板子上 你也不用再 像我們現在怎麼接線 就直接打開電腦 程式積木就拉了 就看他上面有什麼 就做什麼 好 所以這樣相對是比較安全 好 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他也有一個版本 另外呢 在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模擬器 那這個模擬器 目前啊 他其實基本上是跟我們那個 外面的那種 其實是一樣的功能 一樣的功能 只是呢 以後 也許他在這邊會有增加一些 就是註冊過之後才可以用的 不過目前他們基本上 這一塊還沒有 那最近他是有一個功能拿掉的 不過那個沒關係 所以 我們主要的 今天會用到 還是在這個積木這裡 那就麻煩各位點進去囉 點進來之後 跟你再用體驗版 模擬器不一樣 他並沒有馬上進去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 就是你的專案清單 專案清單 你看上面 你看上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兩個 你們的上面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 看得到嗎 這邊 好 這個就是你的專案數量 專案數量 我的有升級過 所以我是50個 右邊的這個數字是50個 我用了44個 你們應該是10個吧 我印象中什麼 10個 20 好 所以你這裡面就看你用多少 那右手邊這個呢 是他應該是去年跟 應該是前年的 推出了新功能 叫做雲端部署 雲端部署 也就是我們之前 是不是都透過blocklink 然後按下播放youtube 那個去執行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把網頁關掉 之後會怎樣 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寫 因為我們要執行 一定要透過那裡執行 可是今天你不想開電腦 不想打開手機 我想要去做一些偵測 比如說我要做溫濕度的偵測 那怎麼辦 你就可以用這個叫雲端部署 等於說 我借用他Server的 這個運算能力 我自己都沒有開電腦 我只能來這邊按下去 好 你做雲端部署 那目前他開放免備用6小時 6小時之後 重新部署一次 當然他有付費的方案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的就是需要24小時監控的 我需要不斷執行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是 一個月300塊 好像有三個 就是三個這種專案 你可以執行這樣子 那就看你了 你覺得真的有需要的人 可以這樣做 當然再不得已的 你不想花錢 也有其他的解決方案 這個志凡老師已經會了 他用那個樹莓派 樹莓派去run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這樣了解 反正就是在雲端上去使用它 那你就不需要 就好像我們看網站一樣 你不用說我要自己做一個Server 我就寄放在人家那裡就好了 至於說寄放要不要收錢 那就看個人的本領 OK 好這樣了解了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這一塊 那這裡呢 我們在這個雲端板 你要增加專案的方式 也跟體驗版模擬器不同 體驗版模擬器 我們是一進去就有一個新的專案 你記不記得我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的程式要保留下來 要按哪裡 好像右上角有個鏈子對不對 按下去之後 是不是它會給你一個專屬的網址 可是如果你有改變過 是不是還在暗示 那麼雲端板完全不一樣的方法 跟我們一般用Google文件一樣 只要你有改過自動存檔 可是都是同一個連結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如果說你想要 你想要在上面產生一個新的專案 請來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 按下去 先給專案一個名稱 給名稱之後 它才會進到我們的block裡面 等於先存檔的意思就對了 跟我們在外面 禮拜用的是先用再存檔不一樣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的日期 好 按新增 有沒有這個時候才進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雲端板 跟我們體驗板 還有這個模擬器 各樣的地方 你在這邊也會看到 再回到這個面板 這裡也會有 那現在這邊應該還在跑 所以要等一下下 那各位都打開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 幾目是不是都跟我們 禮拜二的那個體驗板一樣 但是我跟你講 裡面的感測元件更多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你看這裡 發光元件有沒有多好幾個 我們體驗板只有MD燈 三色LED 是不是MD點擊症 就這樣 下面是不是多好幾個 那你再往下看 輸入、輸出 這裡還有像那個 調碼機 電子磅秤 紅外線 然後冷氣 NV3 這都是 就是雲端板才有 我們一般體驗板是沒有的 另外環境偵測也多很多 像它的溫濕度 這邊就有那個比較好的 SHT3 因為我們平常用的這一個 是只能偵測到整數位 就是整數的溫度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精準一點的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那DHT11 它的精準度比較低 另外像下面的三軸 還有什麼 這裡有無線感應的 對不對 GPS RFID 這邊還有LORA LORA是遠距傳輸用的 遠距傳輸用的 另外呢 玩具馬達 有沒有 包括樂高 因為他也跟樂高做結合 就是那個樂高積木的 另外他有一些機器人的 在這裡 還有最重要就是資料庫 我們的體驗板只有Firebase 這也是Google的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講過 他可以跟Google市場表結合 也是要到那個雲端板才有 好體驗板裡面就沒有這一塊 所以我先簡單的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的這個雲端平台 它大概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 其他的基本上都相同的 都相同 啊對 還有一個地方忘記了 就是擴充功能 這個 欸 我們在體驗板 模擬器是沒有可以擴充的喔 可是在這邊 就是你可以用官方的 比如說你去買 他上面有賣幾個 好這是一個 另外網路上也有人寫 你如果加入他的那個 Facebook粉絲團 就是討論區 他就常常會看到有一些 比如說AI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裡面來用 這樣了解了 等於讓他的功能又更擴張出去 除了這些 基本上大致上都相同的 OK